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台积电有利空啦 因为中国大陆开始在发展半导体这一块 那么投资的资金是人民币一兆 相当于台北台币的五兆 不过跟刚才讲台积电的这种制程 我跟你讲未来三五年是不容易被取代的 我认为今天的贯押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台子期要结仓的因素 但是大家也不用去想它 万众瞩目都在今天晚上什么会议 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所以明天这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啦 那我们的解盘是比较认为 这是一个多方架构 因为美国股市在过去这一两周 已经稍微震荡整理拉回了 反而有利于明天的债工 所以投资本你要把握的是 这个买点 我们对于明年的前两季的这个 这个全世界股市包括台股都非常看好 所以我说过这里是一个关键点 我们先来看看 指数当然今天没行情 你待会看就知道了啦 今天说是多方架构也不是 说是空方架构也不是 刚好都停在那边没动 都停在那边没动 那我们这个方向的问题也 也没什么好讨论 唯一就是指标到底有没有 指标到底有没有是翻多还是翻空 那因为是短线指标 所以你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一些不能说是盲点 就是说小小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刚好是横向整理 刚好是横向整理 你看 那今天呢 你不要有这个差距多大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上面十点下面十点而已 所以这几天我们说实在 投资本你想在这个指数上 捞到什么便宜大概也不容易 这个也不能否认 连外资也捞不 你看今天四千多口空单 尾盘指数还不是拉上来 他捞不到什么多大便宜的 那只能说现在他们是 对QE还是有一点疑虑 但是你也不用觉得很奇怪 这个老外说翻就翻了 你不用替他担心 因为他台积电很多 可以卖好几万张 那也可以买一口心买好几万张 所以今天的架构上没有什么行情 一看就知道 十一点半十二点半 都没有动嘛 你说告诉我这个什么 一上架一点 大概那时候大概平盘 上面三点五点三点五点 这样子 所以今天没行情 所以实际上 今天整个架构是没有多大行情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这个指数的位置 那指数你看 这两天真的是震荡很大 你看 不能说震荡很大 是没行情的震荡 你看 昨天的翻多今天就小翻空 就大概是这样而已 你说这个小翻多小翻空 差距多少 就二三十点 所以啊 你说你真的要赚到二三十点 大概也不容易 你真的要赚到二三十点 也不容易 这个横向整理的盘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期望放在明天过后 联准会的利率会议的一个结构 当然我们要谈结构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讲 明天 明天有重要的讯息 要跟大家讲 明天 明天 因为联准会的利率会 一大早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会 今天晚上我会 这个 人家说跨年首页 我不用跨年 就经常在做首页的工作 今天晚上我会好好的解读一下 因为这个FOMC会议 是在凌晨的2点15分 所以大概2点半过后 大概整个内容 就大概一清二楚了 会后会议是在那时候 那我们要注意到 国际股市的表现的一个架构 所以明天是礼拜四 刚刚好 我第一时间 早上8点到9点 就帮你做解读 那么行情怎么规划嘛 马上出来 当然我还是会跟大家 联准会的利率会在第二天 因为它的利率收盘 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对欧洲股市早就收盘了 所以 这个两三个小时 需要白天做一个解读 做一个解读 当然第一时间 我会帮你做一个解读 好 那么 这个礼拜 解读过后呢 我们就要带着你什么样 大波段的一个电子 我再讲一下 金马奔腾啊 明年是金马奔腾 是在电子股的新商机在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三成五成 你不要老是想的 什么乙胜 什么一大堆 那些新股 那个短线就是这样子 真正好的行情 在什么股票 你一定 岁末年中 最后一场的压轴的 最后一场的压轴 就在这个礼拜六 跟礼拜天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 我们会把今年的总结 包括我今年做什么 给你做了一个什么 做一个成绩的总结报告 明年展望什么股票 大波段倍数获利的 这些标马股 我们一并在跟你有约的时候 来告诉你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预约登记座位 人很多 人会很多 因为中秋是岁末年中 我是说明年的圆月效应 先看什么 农历春前先赚个红包 要怎么赚 这两个重点 明天早上要先锁定 那这个礼拜六呢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天 你看这北 北中南 全包了嘛 北中南 这个 我算是这个市场上 在这一块 就是说跟大家 演讲这一块 是相当勤快的 因为 投资人你要的东西 是要立即的 你不要这个 一年开一次 然后这个年初跟你讲 什么股票大展 年底跌了五成一 年初跟你讲成红 今年年初跟你讲成红 六百块跟你讲成红 后来都都 都没有交代之后 就跌到一百多块 这不用 我们随时候叫 而且这个是今年年中最压轴的 所以我会 所以我会 法宝进出 重要东西 绝对不会让你漏过 还有呢 带着你的股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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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操盘工具啊 顺便会让大家 来看看 为什么叫做 一个能知 为什么 老师每天你说 带你掌握全世界 他的米角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 国际股市 现在的米角在哪里 现在国际股市的米角 这观念在哪里 这两天没行情 再笨人也知道 这两天没啥行情 那么大家都是 小涨小跌0.1 你看 纳斯达克也是0.1 非人办法 你涨得比较多 所以电子股心 慢慢成为主流 你要注意哦 不要去供非电子传权 你看那个乳虹 就知道了 乳虹已经做了一个大头部了 那么明年这个乳虹 这个模式 从三四十块一路 涨到390 这个模式会copy在什么 copy在电子股身上 特定的股票 我们已经找到了 那么 恐慌指数 又稍微上来了 稍微上来了 那么昨天的生计 生计指数 也是在跌的 这个是 今天我们看到 所以美国为什么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明明明 内容涨得不错 Tesla都在涨了 为什么纳斯达克的指数 不怎么样 因为生计在跌 生计在跌 头部你对 对生计股你要有你的看法 我们只锁定一档 这两天准备要再买回来 好 注意生计股 我们只锁定一档 比特币最近跌得很凶 最近 这个尤其中国央行在控管之后 这个不能开玩笑的 已经禁止一些 一些网购 用这个比特币的 比特币最近跌很凶了 从一千 一千三开始跌 回得到七百多了 注意一下 好 这是国际股市的重要内容 你看 头部我们说实在 是哪一套超盘工具 会帮你整理这些 这个都会自动跳出来的 这些都会自动跳出来的 这些都自动跳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 最近美国股市在涨什么 我说苹果是中多 震荡整理 那么这个 黑色圈圈代表多头 你看最近这个PA 在美国股市突然间飙涨 台湾还没有动 你按下先别动 等到那个指标 等到中国大陆这一块也动 我就带着你做 如果都不动 我们就别管他 都不动 一定是消息面 题材面 配合什么 最后配合什么 技术面来进场 技术面没有好点 你就先别动 这样好不好 这个这样子操作 你就稳定性成为高 好你看看 触控国际股市的触控 事实上慢慢的攀高 到今年的高点了 这个日本Nichia 这个叫日本写的 Nichia 也都开始在涨了 所以陈宏你不觉得 有那个样子出来 有那个feel啊 我再来演讲 就跟你说陈宏的故事 给大家听 陈宏的故事很精彩 包括他明年4月份的ECV 可转载 那个要怎么处理 那个不是利空 不过假装是相对的利多 你要发薪债 借薪还救的话 你股价一定要先动 不然谁要借你钱 你听不懂 这个内容 我们在会场 在跟大家讲 但是至少你看到 Nichia在动 Nichia这个是他的活作伙伴 这是他的对手阵营 这一档股票啊 这是标准的 美国的触控大厂 是标准的 美国的苹果概念股 它会慢慢地 遞延到台湾的成虹 你慢慢来 好你看这几个 你看这个 奇景光电也涨 这是IC设计的 Maveo前两天大涨 昨天平盘 像这个你看 这个叫这个 锡节啊 做硬碟 这也属于IC设计 IC设计 包括美光 半导理的最近都这么强 你看看 所以IC设计 不要小看它 你看我最近锁定 两档股票 在宏贯店今天拉涨停 创新高 还有锁定什么 何瑞 今天创波段新高 你看这个就是选股的功率 因为你有这个基础 好国际股的3D链也在涨 今天3D链只涨到金宝 好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昨天的TESLA 150几块 从130几块来到150几块 这要留意一下 这个车用电子的这一块 然后呢 太阳冷昨天确实是有反弹 不过我们已经率先反弹 所以我们今天开高就走低了 太阳冷我觉得现在还有未定数 不用急 倒是我们看到什么 巨量海量的这个又来了 又来了 云端的概念又来了 巨量海量 又来了又来了又要创新高了 注意哦 又要创新高了 好那这是国际股市的 当然中国大陆股市的内容 最近也是震荡 最近他们在军工概念 那些股票表现比较强 3D列印的是震荡 前两天大涨昨天是 昨天涨到也是3D列印 不过涨到光运达 那些股票 不是这一波涨的 像是紫光股份连涨 连续大涨几天昨天就拉回了 然后呢4G的概念也是涨涨跌跌 中国股市最近也是在做整理 因为市场上全部都在等什么 都在等什么 都在等美国的QE 那么东京跟金盛这个 是属于什么 蓝宝石基板 也稍微在动 那么昨天除了上海钢银在动 其他的一些 像中青宝这些 因为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子商务 因为有点接触 像35互联网 这也有点接触到这个比特币的 中国当局正在下令要禁止 所以注意哦注意这一块 好那么中国股市表现平平 这几天表现平平 所以我说过 好的股票即将在 在什么时候呢 在明天过后 所以明天是我们很期待的 譬如说我们跟大家讲 譬如说可乘好了 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档 叫可乘好了 你看可乘 有买有卖 可乘 有买有卖 这个我们今天 这两天又开始再接回来了 可乘 也许你对这个这个 什么商之器啊 你很有兴趣 可是我跟你讲 未来的很长 好几个月 你赚不到他的钱了 他已经属于高档在整理了 那种一路一路涨上来 你现在要注意是 正规君是这一块 像可乘 像可乘 正规君 有没有 有卖有卖 卖掉之后拉回一成左右 今天又来了 正规君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可乘 可乘的机会来了 成虹的机会来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可乘 可乘 可乘 我特别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一而再 再而上跟大家讲 这个股票 它的架构 逐渐的浮现了 我们先来看看几档的股票 来看看几档的股票 第一档啊 这个也是 云端我就是两档 投资朋友 你记住 但是不是 贸然的进场 有规矩的 一个叫精神 一个叫操纵 那么 我也不可能选太多了 因为你看今天操纵 又差点创新高了 这也是来来回回做好几次了 操纵 当然我们最前面没有做 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才开始做上来的 这个操纵 而且记得 这个是加码点 操纵 操纵那这段是比较没行情的 但这个就急涨了 你看又要创新高了 这个叫操纵 它属于散热模组里面的老大 你要做 明年的差异性会很大 不是那些什么 双红那些都可以做 一定是这一种的 一定是这一档 做领先指标的 那么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还有一栏股票叫做可乘 你不要看可乘 这个换不让当它也是从这里 慢慢的攀高拉回再创新高 苹果概念股不是没动 中国大陆的金发科技 这属于做饥渴的最近都是这样的 一个慢慢的攻上来 开始攻上来 所以我说 对于国际股市的了解的话 我们会大胆 你建议你一定要大额资金的 我经常跟投资朋友讲 比如像我们讲陈宏好了 这个大额资金的 我们的投资朋友 这个一买有的就是两百张三百张 你看看这个大额资金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人家会相信你买这么多 一定你提供了什么基本面 什么样的题材 国外相关的讯息是什么 你刚才都看到过 Nissia怎么做 SYNA怎么做 这些资料报告出去 人家一口气才会买两三百张 这种高价股 所以你不要小看 我也跟大家讲 跟着专业 跟着大资金进场 这些股票就是适合大资金进场的 有没有 你看看 这个一做一段一段的做 一段两成 然后卖掉一次 再来接一次 今天可乘嘛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 可乘今天又来一次了 我们照做不误 照做不误可乘 今天可乘 有没有 今天12月18号可乘 再来一次 那么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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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说简单易懂好操作 只有四个按键 这些文字会自己跳出来 跳出来还有声音 这些转折也会有声音来做提示 你有买有卖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拉回也快要十一层 再买回 来回的做你会很安全 你不会被套住 这样的操作 才是正规均的操作 你不要在那边一想听 这么多股票 你看那三年五年 掌停板而已 股价只有几块钱 那不是你要的 你对他们并不了解 这个新股啊 IPO这种股票 从全世界都是一样 全世界都是一样 可能大家不了解 我想的 全世界IPO之后 就先大涨一段 这是很正常的 有些涨房就是 可能未来几年 就没有那个高点了 这样同意 它是一个极短线的一个题材而已 好 因为未来还要知道 他的筹码怎么样 那大股东啊 必所其到的时候 他也要把股票倒出来了 这个都是IPO的一个盲点 好 我们正规均的操作 这里买 这里卖 这里买 是不是让我都很清楚 买点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样跟你讲 卖点会告诉你 买点会跟你讲 多方进场 什么的停损利点 对 好 再来 还有这个文字来叙述 来跳出来 我说我们给大家股票 大概一档到两档左右 你看很清楚 给你的都是强势股 好 再来看看我们 对于TPK的看法 好 这个TPK可能要等到下半场了 我们 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下 明天早上最重要的 明天联主会利率会议 一大早我就要帮你解读 我们要开始解读 这个利率会议 什么样的股票 为疫情突几的涨上来 把握机会 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北中南 你一定要登记 因为什么 因为我要告诉你 明年倍数获利的标马股 在电子主流这一块 怎么操作 礼拜六新竹台北 礼拜天嘉宜高雄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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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988 国内首档智慧家电音场 继装黄居家设计展 全新形态整合展出 12月20到24日 就在圆山监验馆 台糖安心屯 甜的 饭的 健康安心的 耶 第一家建制猪肉生产履历哦 优选屯 安心厂 台糖肉品 台糖肉品安心屯 自己养猪最安心 保证无瘦肉精 保证无药物残留 请于各大量饭 超市及台糖健康易购网购买哦 既太极昂宝鲜活阳城之后 一党接一党 威力无法党 华信头顾郑瑞宗老师 大威力单股 现证招募中 免付费咨询专线 0809 071 666 0809 071 666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 紧密相连 不同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ExplorerTube SDGnews.net 三立新梦旺全新上线 鼻塞睡不好怎么办 歐制鼻鼻喷剂 轻轻喷在鼻塞部位 几分钟内迅速解除鼻塞 效果长达12小时 不添加肋固醇 睡得好精神好 歐制鼻享受畅快呼吸 欢迎再度回到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在这各个方面 还是要请教续在电台各个了 我想股票市场上看结构 这时候结构很健康 你注意两个重点 一定要平概股 你看今天连真顶都上来了 台郡这些标准基本面好的平概股 所以你有这一块 包括可乘都是这一块 陈宏也是 那么如果你有这一块的疑虑 或者是你之前已经有一点套住的 那么这一次是你把握良机 那么一直想要介入 找不到介入点的投资朋友 你也不能错失这一次的良机 苹果概念股是这一波 电子股的真正主流 包括明年iPhone6都要出来了 注意一下 所以股票谈的是结构 那么至于这个技术面的话 你倒是来看我们的操盘工具 来看我们的操盘工具 好 那么我说过 你这样子有进有出 跟着操盘工具有进 你永远不会套牢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观念 投资朋友有时候套牢 你不知道为什么卖 我一直强调 有进有出 才叫做操作 有买有卖 学会把获利放口袋 选股是一个股票市场上 最自胜的一个关键 那么因为 因为有些正确的 这个所谓的提材跟讯息的 国际股市提材跟讯息的 你可以提前做考会布局 我们的操盘工具 就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架构 有国际股市的各股的内容 你每天看的这个 中国大陆股市的内容 台股股市的内容 这些我们来做一个综合题 你有任何疑问 就到我们会 这个礼拜六的这个场子里面来看 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你能说到做到买到赚到 这样子要掌握到全世界 全球股市的产业结构 才是真正的叫做操作 也因为这样 有些国际股市 有些股票已经在拉回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电动车概念股 Tesla在拉回的时候 我们贸年早就出框光了 跟着指标早就出框光了 这些就是 操作灵活的最重要的观念 好 那么 还是要跟大家提到这个关键点 我说过 我蛮靠好 这档股票的 我之前跟大家 这个 胜利 那这一次 这个短线上 我们有 短线上 我大概出了一趟 但是我说过这个地方 我之前 这是前几天 好像已经涨上来了 今天我跟大家 十字线 底部一直在出现十字线 好几个 这里一堆 这里也一堆 你在这附近买 停存点这个点 你不知道 7%都不到 跟他拼了 这样是不是 5% 6% 堵他 这个点破 你现在涨上来了 停力点就往上移了 这就是成口 你看 这些慢慢偷偷的涨了 偷偷的涨了 那么这一关 未来这几天 要看这一个东西 他过关的话 你停力点就开始往上移 那这一个一过关的话 打底就慢慢出来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几个缺口 这两个缺口怎么回补 所以但是我 我的看法 包括他 第12月的营收等等之类的 我们会 会在重要时间里跟大家做宣布 我们的研究团队报告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几个字 成口怎么样 赶快怎么样 上车 赶快上车 这是操作的观念 可乘 我们上半场跟大家讲可乘 是来回这样子做 那么大额资金的 想要操作这种的 这个有时候一涨上100块 200块 这些都是money 这些都是机会跟money 或者说TPK 成口能够涨到哪里 好 那么顺便跟大家讲一档股票 叫做宏贯店 宏贯店 来看看宏贯店 宏贯店 我们上次做过这一趟 这次又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宏贯店 你看 是不是 宏贯店也是跟着指标来做 跟着指标做宏贯店 宏贯店 来回的做 来来回回的做 来宏贯店 当时一挂做一趟 这个文字叙述在这边 它会自己跳出来 这一档股票也是之前 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这是IC设计股 基本面最好的小标马股 可是你看小标马股 对不对 它的量还是七八千张 我不会找那个三五十张 我刚还不是跟大家讲 客户有时候一买就是像这种 这种中小型股一买就是一百张 两百张 你告诉我这个几百张股票怎么做 那有些钱不是我们该赚的 特别我也认为那些钱 你也不见得赚得到 想想我讲的 我们用正规来 明年就是让你很好的正规均的 这样来来回回 包括成虹可成这一些 机会都非常大 我跟大家讲 Sprong的概念股 操纵精神 怎么来来回回的操作 这个美食这一两天利空 你看为什么今天差一点 拉到这个平盘以上 利空已经逐渐出尽 你高档赚了三四成之后 调节一次 拉回再继续做 来来回回的做 是明年前半年的一个标准操作模式 来宏观店 有买有卖 文字叙述在这边 几月几号在这边 这边都有 几月几号有买有卖有买 然后呢 这里还有跟你讲这个操作的策略 我说简单易懂怎么样 好操作 来连停损价都帮你设定好了 所以整个架构在操盘工具里面 你的股票在操盘工具哪一个位置 来我们跟你聊聊 来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会场我跟你好好聊聊 让你把国际股市整个 为什么怎么做才能够赚到大钱 为什么投资朋友 你老是这个赚了三五毛钱跑掉 然后套了三五成还在报 这观念跟时机点 时间跟结构 哪个地方有一个落差环节 我们在会场上传授你 真正的赚大钱的法宝 你看一下 宏贯店 你看今天是不是 盘中又在座掌停 你看一下这宏贯店 有没有 当时候最近这一次在这里 你看是不是 又创新高了 你看这样操作 很正统的操作 有买有卖有买 很正统的操作 跟着他的节奏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样来来回的时候 你看今天又涨停满 创新高了 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IC设计的什么 这个什么 标嘛 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 每一段你都转个三五成 然后再出场 跟着指标再出场一次 然后呢 它回档幅 但是长多了 它回档幅度很浅 你再来一次 就继续再做 精神资讯等等都是这样 你看我跟大家讲 操纵也是这样 你看最近这一次 这个震荡这时候 明天还在整理 最近这个地方做一个加盟 你看又创新高 又创新高了 这种中高价位的股票 你压力比较轻了 所以我们这个 最后一档跟大家讲 什么 IC设计的什么 何瑞昂 我非常看好他 你看这个节奏 已经出现什么 来看一下我跟大家 何瑞昂的评语叫 IC设计什么 中多格局的启动 我认为没有意外 他明天就挑战这个点了 会直接冲上去了 注意这一个架构 IC设计 我跟你讲 平概 现在大家都在讲 那个小型股 真的回归正统 再跟你解这个 IC设计 这个平概股的 全市场大概只有我 可是那是会 让你赚很多钱的 而且有些股票 你套在里面 你也可以借这个 这个机会 来赶快做一个解套 明天早上的 8点到9点 注意喔 我要跟你讲 QE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礼拜六在新竹 在台北 这个礼拜天在嘉宜跟高雄 一定要赶快登记预约 大镖谷现场送 感谢收看了 拜拜